想到就是所謂有三種房呆 那房呆我自己是取個名稱 我覺得房呆這個名稱比較好理解 那所謂的房呆應該懂意思吧 就是防止這個城市發生有BUG的錯誤 那你必須先想到 然後可能有這種BUG 那你必須先把它擋下來 所以你要擋下來的話 一定要知道說城市應該加在哪裡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如果要防止的 那個名稱已經存在而產生的錯誤 那我應該城市如果寫 寫在哪裡 特別就第一個 我應該寫在當它輸入之後有沒有 並且把它判斷一下 城市在這裡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直接把這個城市放在哪裡 放在應該放的位置 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的下面 Enter一下 把剛剛那個房呆1放在這裡 放在這個位置 OK 那為什麼放在這裡 各位應該可以 首先它輸入之後 比如說輸入目前有老王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應該去那個所有的工作表裡面 把每個工作表的名稱調出來 然後做什麼呢 比對一下 看看裡面有沒有叫X的 就老王的這個名稱 如果有的話呢 做什麼 把那個存在的工作表 幫我把它刪掉 OK 所以我的邏輯就是剛剛講的 那該如何轉型 乘4就在這裡 OK 首先的話 我要一個一個的去 把所有的工作表名稱 做比對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不用 所以我for i 等於第二個 到最後一個 有沒有 for i 等於 然後做什麼呢 如果那個X 它的名稱 比如說輸入老王對不對 如果等於 我把那個工作表的名稱調出來 怎麼把工作表名稱調 很簡單嘛 比如說你續著瓜虎二的話 點內 就是第二個工作表的名稱叫什麼 如果第二個就是老王 如果兩邊match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 這是邏輯判知道嗎 就是把它刪除掉 有沒有 這個前面寫過嘛 那上下為什麼要加那個 那個dispressor 因為它會出現是否刪除 所以要先把那個dispressor 任關掉 它就會把它刪除掉 所以第一個防呆 應該可以理解吧 那最後的話 它會有一個叫Isis4 這個不加其實也沒關係 不過加的會更好 怎麼說呢 因為呢 裡面如果有重複的名稱 只會有一個 不會有第二個 所以如果說今天我已經找到 已經有老王囉 那這個回圈還要繼續跑嗎 不用啦 所以Is4 既然已經找到一個老王了 那已經把它刪掉了 那就不用再往後面找了 即便後面還有十個二十個工作表 那也不用再往後了 因為就已經不可能有第二個工作表 一樣叫老王的 OK 應該可以懂這意思吧 當然你說 老師那如果我不加會怎樣 不會怎樣啊 還是照跑啊 只是說它還會繼續往後 只是說會浪費你的程式執行效率 OK 就這樣而已 不過因為現在電腦都跑太快了 根本無感了 所以你沒有加也不會怎麼樣 OK 因為太快了啦 就真的相差可能百萬會支一秒 一點感覺都沒有 所以只是說 就程式邏輯來看 最好是加一下 因為像這種因為比對不多 不會影響 可是以後如果你要做的比對 非常非常多的話 那你既然找到了 你就不要往下找 不是省掉很多時間嗎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輸入完畢之後 剛剛不是有個老王對不對 那我們就筛選業務 那我就輸入一樣老王 這邊有老王 它會怎麼樣呢 刪除掉 再新增一個到後面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位置會跑到哪裡 跑到最後了 為什麼 因為舊的已經刪除了 然後我是新增到最後面了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是房呆 依如何避免 那個上面名稱已經存在 而產生的錯誤 那第二個房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房呆 第二個房呆是如果沒有填資料的話 剛剛如果沒有填資料它會掛掉 因為沒有資料嘛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如果要沒填資料 避免錯誤的話 那要寫 陳詩要寫在哪裡 記得喔 也是寫在這裡 房呆2 如果它沒有填資料的話 剛剛會掛掉 那怎麼辦呢 我可以做一個邏輯判斷 關鍵地方來 其實也是類似有點像一個閘門 如果你那個x裡面沒有填資料的話 那就是什麼 x等於沒有文字 意思說你沒有填任何資料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 跳一個訊息跟你講說 請務必輸入資料 然後呢 然後還讓你過嗎 當然不是啊 那邊有個出口 請你從那邊出去 因為你比如說來學校 你沒有通行證 很抱歉 你就離開吧 OK 所以如果你要離開的話 特別之外 在這個程序裡面 請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加一個叫 Azit sub 那Azit sub 意思說 他就不會去執行什麼 執行你下面的這些層次 而會直接跳到 And sub 然後就離開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剛剛Azit for 跳離回圈 Azit sub 是什麼 跳離這個sub 有同學說 老師他如果不加會怎麼樣 不加的話 他會繼續跑下面的層次 也就是你警告他 沒效 他還是進去 就好像他沒有通行證 然後你不准進來喔 但是他還是偷偷溜進去了 他不是 那等於沒有任何作用 Azit sub 請你出去 OK 所以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我 沒有輸入資料 剛剛會掛掉 現在會不會掛掉 請務必輸入資料 確定會不會掛掉 沒事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不過 其實這樣 這個邏輯還可以更好 因為有時候 現在這種叫UI 不過新的名稱叫UX UX就是 User的Experience 就是使用者經驗 就是意思說 我們要讓這個 系統流程更加的流暢 所以應該要替使用者想 使用者為什麼他沒有輸入呢 原因何在 對不對 你要瞎想 所以他如果 有可能一種狀況之後 他會忘記輸入了 所以忘記輸入 他就請訴必輸入 然後你又跳回去 應該怎麼樣 應該讓他 有再一次的機會 怎麼樣 有沒有最好不要讓他 而是讓他重新回到剛剛輸入的地方 直到他有 還是跳一個警告 請務必輸入資料 然後回到剛剛的地方 繼續輸入資料 這樣好像比較合理一點 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吧 可是問題來了 如何讓程式轉彎 OK 這個很重要 如果我現在按確定他要關掉了 那還要再自己按 那使用者會罵說 怎麼這麼爛啊 這個還要叫我按一次 這很浪費我的時間 為什麼我忘記按 你不讓我再輸入一次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寫程式 不要讓User罵這種 不然你聽自己感覺不是很好 對 應該要讓這個系統做的 不要讓人家講話 OK 所以設計 所以要怎麼做 OK 這地方 其實很簡單 如何讓程式轉彎呢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特別注意 在VPA 如果你要讓它移動到最上面 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變成說你要學會 一個叫建立標籤 然後一個叫到那個標籤 那什麼意思 有點像是你們如果以前 學過那個網頁設計的話 有那個書籤 BOOMARK 那所謂的BOOMARK 意思是說 在VPA裡面 比如說我今天在哪邊 在這邊上面 我希望讓程式挑到上面這個位置 那我就打一個什麼 比如說名稱我自己取 叫RE好了 帽號 RE可能就REINPUT 或者RE RE 簡單一個名稱 然後呢 記得喔 這邊就是一個 它的一個所謂的標籤 那如果說我希望它跳訊息之後 不是離開 而是跳到上面的話 這個也是差不多是這樣喔 那我是這樣 跳到上去的話 特別之外它的敘述 稍微改一下 我把它這個註解掉 改成什麼呢 改成GOTO 這邊特別之外 有個敘述叫GOTO GOTO的話呢 後面就加一個它的那個 標籤的名稱叫RE 不要冒號 這樣就OK了 GOTO RE OK 應該懂意思吧 現在還蠻好用的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要善用喔 不能亂用 為什麼 因為如果亂用的話 會怕程式 它 永遠跑不出 這個程式 為什麼它會一直跑上去 一直跑上去 那永無止境的嘛 OK 所以使用這個要特別小心喔 程式會轉彎 但是 你要讓它有個出口 不然的話 程式會跑不出來 我們來試一下 看會不會OK 本來一直SUB 現在GOTORE 執行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 如果它沒輸入 剛剛按確定的話 它就一直SUB 現在要怎樣 請務必輸入資料 按確定剛剛是沒有的 現在呢 GOTORE 跳出來 有沒有 那如果它又再次 沒填資料的話 又會怎樣 又繼續GOTORE 所以意思是說 它如果永遠沒輸入的話 它會鬼打牆 一直在這裡 除非它一定要輸入資料 譬如說 我輸入一個 假設 不過如果說它輸入AAA的話 當然這個是錯的 沒有資料 不過現在因為我們還沒防呆 你會發現 它OK的 但是這個又出現一個沒有資料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下一個階段要解決的 如果 它查的那個人 並不存在的話 那我該怎麼辦 OK 或者說 它查的那個關鍵字 沒有筆數 查不到的話 那理論上就不應該 多浪費工作表 存一個沒有資料的東西在這邊 那邊浪費 等於有點是 資料 等於是垃圾資料 OK 所以要怎麼樣 防呆 這是防呆3 OK 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那兩段層次 防呆 防呆1 跟防呆2 在這裡 那防呆2 我有改 改叫R1 R1的話 因為我看一下 我這邊下面 有有在這裡 Go to R1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防呆 當然如果你程式裡面 沒有加這個防呆 一樣可以run 只是說 以後會蠻麻煩的 人家一做 奇怪怎麼 這壞掉了 就會覺得說 唉 這個程式寫的差很糟糕 OK 還沒有真的學成 只能 現在 查詢 但問題是 你只能查一半 這就還沒做完 所以 防呆1 防呆2 防呆3 那當然 也有可能有防呆4 防呆5 一種類推 那妳就必須怎麼樣 再把那些程式 把它讀起來 這樣的話 妳這個系統 就會 非常的完善 用起來的話 人家就會覺得 贊不絕口 這程式寫得真好 用起來真的 又好用 然後又沒有bug 不會說 一直動不動就 錯誤訊息發生 等等的 請各位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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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